哈喽大家好,我是青菜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守护林 青菜还是第一次听到 出于个人觉得兴趣 所以就尝试这话了 如果有观众了解是什么的话 记得留言给青菜科普一下哦 本动画故事由 明明提供 当然会经过青菜的调整 以及改篇哦 废话不多说 故事开始 这故事发生在我国中一年级的时候 这天我在一个很暗很暗的地方 然而周围都没有任何东西 而且有点无法呼吸 就在我大力挣扎之下 终于 终于起身了 而我就躺在乡下老家房间里的房上 哇嘞 又在梦到同一个梦 这是我这一周里 梦到同一个梦三次了 然而每当梦到这个梦的时候 周围都有一股淡淡的镜香味 这淡淡的镜香味 其实我是非常熟悉的了 因为时不时都会出现以下下 尤其是我紧张或是独自一人的时候 之前考试时 味道就更特别明显 可能是熟悉这味道了 会让人放松下来 让我可以不那么紧张的考试 当然成绩也是前几名的 surprise mother father 哇 小菜超棒的 我与你为荣 我与你为荣 必须奖励 没有错 所以那味道 我也没想太多 因为这天 爸爸妈妈看我考得不错 所以带我回乡下的老家 住上好几天 然而 我超喜欢那边的 比起在社区 那无聊透顶的房间 这里是市区体验不到的 所以每次回来乡下的时候 都一定会跑去玩 又回到那里 就和乡下的亲戚费力哥 还有朋友 阿Boy 约好一起去乡下附近河边玩水 至于我们 十字桶道河的好麻吉 因为当时候 我们都有看 WWE摔角节目 所以那时候 我们约到河边 也是为了玩摔角 各位 不瞒大家说 You can see me 我是江西南 You can see me My time is now now 什么 江西南 没错 江西南 我也不撞了 其实我是传奇杀手 Wendy Orton 那菲力 这次你是谁 咦 你修到了吗 修到什么 心里想着 难道 他也能闻到 那个净香味 It is the smell The rock is cooking 什么 竟然是技石强生 然后我们就在潜水区玩起了摔角 深水区则是在后面 当时摔角的时候 因为有水缓冲 所以其实并不会感觉到疼痛 此时的我们 不会称呼名字 而是摔角明星的名字 哇 你赚心啊 你也太强了 那么快使出 Supax 必须的 Randy Orton 看我的 OK O 这时虽然摔下水的时候 会有缓冲 但根根好 水下有个地方凸出来 就这样的 敲到了我的下巴 有点轻微的脑震荡 这时候 我就跟他们说 等等 你们先打 我休息一下先 啊你也太快认输了吧 我可还没输哦 我忽然想要游泳一下而已 哈哈哈哈 那么忽然 对啊 那我先和The Rock打先 那我出招了 然后他们两个就继续打了 打到忘我 此时为了装逼 我还真的走去深水区 打算游泳一下 心想 让我下巴没有那么痛了 再继续 就这样慢慢走着 走着 在他们打闹声 渐离渐远时 忽然 后方出现了一声阿伯的声音 青菜 别过去 我立马反过去看他们时 他们还在本来的地方打闹着 在我还来不及思考 怎么在那么远的距离 能用着那么频繁的声音叫我时 一个彩空不小心掉到深水区 任凭我怎么拼命往上游 就是游不出 就在要窒息的一瞬间 很惊心的 被阿伯和菲力拉上岸 此时 迷迷糊糊的我 睁开了眼睛 那股镜香味 又围绕在身旁 然而在我面前的 是闪亮亮的星光 青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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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此时 阿伯后面 似乎站着一个人 是一个中年女生 但看着 有点不像我们现代的人 鲜红色的口红 花衬衫 和红色的 然而随着我感觉到有点晕 好像有东西从鼻子流出 摸一摸 才发现是血 然后就昏绝了过去 在我环环打开眼睛后 我就在医院了 妈妈看见我起床后 神色欢赞的来训斥我一番 你啊 一个人跑去渗水区 以为自己很厉害了吗 现在 还好啦 我其实会很多游泳士耶 比如挖士 有氧士 还有自由士 你那是告别士吧 呵呵呵 那爸爸呢 爸爸在办理理院手续 现在我们要带你去 没有看一看 蛤 有这个必要吗 就在这个时候 妈妈说出了 她在菲力哥和阿波外口中 得知的一切 当时 阿波外和菲力还在玩水时 哼 不愧是The Rock 就远我使出了我的RKO 也没有办法打败你 呵呵 你也不赖嘛 我出了Rock Button 你也没事 那是当然的 因为 喂 我可是传奇杀手啊 那倒要看看 你能不能传授我的手头弓 呃 他在那边干嘛 好像神秘兮兮的 不知道耶 好像是在叫我们过去那边 过去看看他搞什么把戏 走起 此时阿波外和菲力就顺着青菜那里过去 然而青菜这时 一只手比着安静 另一只手指着水 好像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他们俩就到青菜手指着地方看看 哦那是什么啊 诶 好像是人耶 真的假的啦 还 还活着吗 一定还活着啦 因为还有泡泡 那还等什么 赶快绕他上来啊 青菜你在等什么 一起把他拉 菲力哥也要叫青菜来帮忙的时候 青菜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 诶 青菜呢 哎呦 不要管他了啦 先把人捞起来了再说 再不救人 他就窒息了啦 这时候他们俩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向前去把那人拉起来 就在把人拉出来时 才惊觉 那溺水的人 是青菜 哥哥不是青菜叫我们过来看的吗 他怎么在水里啊 诶对啊 如果他在水里的话 那那刚刚叫我们过来看的人是谁 不管了啦 把他拉上岸叫醒了再说 青菜 青菜 此时青菜就跟前面一样 醒来了 又晕了过去 快 快去通知青菜家人 就这样的 家人把我送到了医院 回到现在 妈妈就带着我出院了 然而阿博和菲力 就在医院外面等着我 我靠 青菜 你还好吗 青菜 你头没事吧 没事 只是轻微脑震荡而已 话说 你们救我的时候 是不是 有多一位女孩 女孩 什么女孩 你是撞到头壳败起了是吗 小女孩 想到竟然出幻觉了 那 那没事了 呵呵 聊完后 我们就一起赶去了庙 到了庙那里 庙公看见了我们 就立马请我们先进去 庙公折在外面 一开始凶巴巴的眼神 对着空气 然后 又忽然变了个脸 点点头 笑笑的 她不知道在那边干嘛的 五分钟后 才慢慢的走进来 走进来后 大概大概说出了情况 明明我们什么都没有告诉她 但她好像什么都知道的 并且看着我 阿卢赞亚母 有一个灵体 一直在保护着你 你知道吗 蛤 我 对啦 她不是有托梦给你 但是你还是没有意识到 这时候才想起 一周梦见三次同样的梦 那个场景 就跟在水下的时候 是一样的 听庙公说了这些事情后 好像 全部事情都能串起来了 一开始 就是梦见自己溺水 再来 就是阿卢和菲利 看见那个不是青菜的青菜 和我当时看见的多一个人 就是一直守护我的一位灵体 她说吼 保护你吼 嘲碎了她的心啦 提醒了又提醒 你这个小孩就是不知道啦 以后不要玩危险的东西了 知道不知道呀 还好当时你身边有其他人 如果没有其他人吼 你就撂了啦 那 那为什么她要这样做 她吼 是在青菜身边见习的灵魂啦 会跟着她 看她在地球吃喝玩乐 类似这次是你先投胎 她来守护你 下次就换她投胎 换你来守护她 这样的概念啦 类似交换当保母的概念 哇 所以所有人都有守护灵吗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有守护灵啊 啊你朋友估计是在前几次 他们自己商量好的吧 有些会中途出现 有些是完成实命 则会离开 这一切吼 都是圆啊 哇 所以她长得跟青菜一样脸哦 当然不是啦 她只是变成青菜的样子 那 那为什么她不要用自己的样子 如果是用她自己的样子 一个怪女人在那边叫你们过去 你们会过去吗 不会嘛 那 那为什么她不要变成周杰伦 或者是谢霆锋 这样我们不是会更快跑着过去吗 庙公无语 所以上次看见的就是她吧 这件事情后我发现守护灵 冥冥之中躲在守护着我 好感动 故事讲完了 好感动